新邦政府去年10月宣布推动废除死刑 尽管过去几个月部分国人强烈表达不满 但是政府依然站稳立场坚持不悠转 首相署部长刘伟强更表示 废死法案已经在本月10号完成 只等待提成上国会 在支持和反对废死的争议声浪当中 本台记者于伟健和许文杰 先后访问了监狱红法人员 前死囚死囚的家属 以及严重犯罪受害者的家属 废死不了专题报道第一篇 记者尝试带您走入监狱 了解大多数死囚 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48小时 还有死囚和死囚家属面对的精神煎熬 说到死囚 大家想到的或许是穷凶极恶 四个字吧 犯了罪就得受罚 而唯有死刑这一种极为残酷的惩罚 才能了结死囚的罪孽一生 可是对于死囚而言 最残酷的惩罚是不到最后一刻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何时会被处决 因此在行刑前的日子 他们就只能待在牢房里 倒数死亡 死囚在监狱里的生活很简单 一日三餐 偶尔有鱼有肉 除了每天放风到走廊散步两个小时 基本上他们的日常作息 都在狭小的牢房里度过 因为一些死囚要等待荣常的上诉程序 所以他们通常都会在监狱里度过好几年 有的一等就是数十年 如果两次上诉失败 同时也被国家元首或州苏丹特赦局 拒绝特赦申请 接下来法庭就会责定行刑日期 下令监狱对死囚执行死刑 通常一些国家是在行刑前24小时 会有的更早 在前两三个小时 就会对死囚发出执行通知 来减轻他们的精神煎熬 可是在我国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国是在行刑前的48小时 才会通知死囚死期到了 最后的那两天 两天前才给你知道 所以把你的房间 逾去调房旁边 你就知道了 时间多了 不论多累了 那他会来跟我们朋友 他带我们一个个朋友讲 我先走了 我们一句话就是说 你等着我会来的 这样不了了 那有的是很勇敢 有的是要刚去的 有的是已经软了的也有 和囚友道别后 死囚会被隔离在刑房隔壁的 一间英森房间 大家都称之为最后牢房 在这里戒备会比寻常的死牢 更加森严 监狱官全天候紧盯死囚的 一举一动 预防他们自杀 同时监狱也会联络家属 让他们在明天 来见死囚最后一面 来到最后24小时 监狱红发人员会给死囚 上人生最后一堂课 然后我们宗教老师会跟他讲最后一堂课 通常那堂课是很沉重 通常会交代一些他的心愿 我们会问他有什么心愿要去达成的 通常有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分别很大 如果有功夫有学佛的人 他会念佛往生 而且他的状态会比较安逸一点 如果是没有不甘愿的 没有学习的 最后一分钟就看到他很慌 怕 或者会失去了自我 那个心觉就没有 比如说他会一把尿 一把死的会有 因为他最后一分钟 他会啵啵的 会没有正念 没有正念的意思 他会失去了 自我会很恐怖害怕 上完最后一堂课 监狱官会安排 让死囚见家属最后一面 再坚强的死囚 在他们知道自己大献已到 和家属做最后道别时 都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说出这些话 所以那个时候他会万般的无奈 很多后悔 很多话想讲 所以他会讲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 我会弥补 我会做一个好人 种种的忏悔 他都会想 希望你们看看我的孩子 不要给他学坏 他会交代这些 他最放心不下的那个孩子 曾经接触无数死囚的 监狱红法人员郑素福表示 死囚在和家属道别 签署遗嘱等文件后 原本在监狱里 毫无选择的死囚 终于能在这个时候 做出他们唯一的选择 那就是决定他们的最后晚餐 在这个时候 监狱官会给死囚 一份监狱食堂的餐单 让他们从中选择 不超过20令吉的食物 当中有椰浆饭 鸡饭 汉堡 等等 相比每天在监狱里吃的 粗茶淡饭 这顿晚餐可说是格外丰盛 可是最后一餐 大部分死囚根本吃不下 也没有心情点餐 进入行刑倒数阶段 死囚通常无法入眠 来到行刑当天的凌晨三点 死囚简单梳洗后 监狱官会为死囚艳名正身 早上五点至六点 被带到隔壁的刑房 去执行死刑 临行前 监狱官会再次朗读 死囚所犯下的罪状 然后为死囚套上头罩和脚绳 行物官按下按钮 打开活门 死囚脚下一空 一生就此结束 从死囚刚入狱的悲愤 等待上诉成功的希望 无法获得宽舍的绝望 再到送入刑房的悔恨 监狱本是一个令人心绪复杂 也难以为人所了解的地方 可是有些事情 做了就得负上责任 但是死刑最大的问题 就是法律存在误判的可能性 废死不了下一篇 单名聆听支持和反对 废除死刑的声音 NTV7 余伟健 许文杰 专题报道